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双鞋即使在华丽,如果穿起来不合脚,不舒服,它也不会适合你 一份工作,即使工资再高,你没有兴趣做,没有能力做好,做不出来成绩,也会不适合你的 一个人只有在适合自己的环境里,待在适合的人身边,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潜力,生活的舒服 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好和坏,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俗话说,菊生淮南则为菊,菊生淮北则为智 相同的种子,之所以结出味道截然不同的果子,是因为环境的差异 只有在合适的环境里,才能结出甘甜的果实 有一位求道者,感觉很迷茫,不知如何是好,便去请教道长 道长这样问他,你觉得是一块金子好,还是一堆烂泥好呢? 求道者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是金子好啊 道长笑着问他,假如你是一粒种子呢? 求道者这才恍然大悟,大笑离开 一,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 你穿37码的鞋,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双鞋 鞋子的颜色样式你都特别喜欢 你就认定了这双鞋,可是老板告诉你鞋子只有36码 你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要买 你想慢慢适应,穿久了就会好的 于是你把鞋子买回了家 穿了一个星期,小了一码的鞋子磨得你满脚泡 鞋子再好看,不适合自己,也只是花钱买最受 曾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有两只老虎,一只生活在笼子里 一只生活在野地里 在笼子里的老虎衣食无忧 在外面的老虎自在潇洒 它们彼此都向往着各自的生活 笼子里的老鼠总是羡慕外面老虎的自由 外面老虎羡慕笼子老虎的安逸 终有一日,双方一拍集合互换了生活 从龙子走出的老虎在旷野里拼命奔跑 走进龙子的老虎再也不用为食物发愁 但当新鲜劲过去之后 两只老虎都开始面临现实问题 龙子的老虎到了大自然,获得自由 但缺乏捕食能力,很快便饿死了 森林中的老虎走进龙子,收获了安逸 却没有在狭小空间生活的心境 终日郁郁寡欢,不久也死了 这两只老虎的境遇,令人唏嘘 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现状呢 生活中我们常常处在羡慕中 羡慕别人的生活,爱情,工作,家庭 幻想着自己若是那样该有多好 却忘记了思考,别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正所谓,假之蜜糖,以之披霜 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 华兹华斯曾说过 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失忆的 就我们自身而言 与期望着他人浪费时间 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充实愉快地度过一生 二,不要活在别人眼里 你脚虽然很痛 但心里还是很满意,很满足的 特别是当身边的朋友 不停地夸赞这双鞋好看时 穿了两个星期 你开始偶尔抱怨这双鞋让你走路很累 但还是很喜欢这双鞋 只是渐渐减少了穿它的次数 穿了一个月,鞋子终于不抹脚了 那是因为你的脚磨起的泡已经成茧 你感觉不到疼了 有一天你打开柜子准备穿这双鞋时 你惊讶地发现这双鞋没有从前那么好看了 你的脚把它撑得变了形 鞋帮有些裂缝 鞋头也蹭掉了皮 每个人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沙滩上的一滴沙 别人没有那么重要 又何须在意别人的看法呢 生活在此处不在别处 在你的眼里 不在别人的嘴巴里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特的活法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命精彩 庄子里有一个人叫石成奇的人 是一位自认为学识广播的读书人 他听到别人常常夸赞老子智慧 于是跋山涉水 走了一百多天路 只为见老子一面 当他费了很大的力 好不容易来到老子住处 却看到如同老鼠洞一般杂乱不堪的屋子 于是特别气愤的对老子说 我常常听别人夸赞 你是有大智慧的圣人 轻力迢迢走了那么远的路 来拜访你 却发现你连屋子都不打扫 太糟糕了 说完就特别生气的走了 老子却只是面带微笑 送他离开 第二天 石成奇觉得自己错了 说的话有些过分 于是过来和老子道歉 这时老子平静的说 你骂我是牛 是吗 是老鼠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我是牛 我就是了吗 无论你说什么 都不会影响我 也不会改变我 生活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不必过多在意别人的目光 生活不过 就是自己取悦自己的过程 人生也就短短几十年 如果在这几十年间 还需要违背自己意愿 看别人的脸色生活 岂不是太痛苦了 切记别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让自己满意才最重要 三 婚姻是双鞋 合脚最重要 你抚摸着这双鞋心里失落后悔 无奈很多情绪 你开始感慨 这一个月以来为他受的罪 你甚至开始后悔当时 为什么不选双别的三七码的鞋子 它不一定特别漂亮 但舒服合脚 你伤心的把这双鞋子放进了柜子里 从此一次再也没有穿过 以后你再买鞋子 无论多好看 只要不合脚 你都不会买 那双三六的鞋子让你明白 喜不喜欢和适不适合是两码事 就像婚姻一样 婚姻里适合和爱到底哪个更重要 其实这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因人而异 只是你要自己清楚的弄明白 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能一边追求爱情 却又一边抱怨磨合太辛苦 一边追求合适 却又一边抱怨彼此的关系平淡如水 爱情与合适不应该作为婚姻的对立面 幸福的婚姻从来都不是一道纯粹的选择题 更不是简单粗暴的二选一 它应该是一道开放式的填空题或简答题 爱与合适都是走入婚姻之前 需要考量的不可或缺的成分 爱可以让一段感情迅速升温 合适可以保证一段感情走得更长远 毕竟成年人的婚姻只考虑爱情是盲目的 不考虑合适是难以维持幸福的 但合适与爱 哪个分量重一点 决定了婚姻整体的幸福度 婚姻是一双鞋 不论什么鞋 最重要的是合脚 不论什么样的姻缘 最美妙的是合脚 切莫只贪图鞋的滑贵 而委屈了自己的脚 别人看到的是鞋 而自己感受到的是脚 脚比鞋重要 这是一条真理 许许多多的人却常常忘记 找一个能包容你的人 可能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但他能包容你的一切 就像鞋子一样 穿得漂亮 不一定舒服 会挤脚 会破皮 会流血 但合适的鞋子就不一样 他可能没有漂亮的外表 但他能包容你 任你灯 任你踹 你会觉得舒服 会感到幸福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别人的生活再好 也不用羡慕 因为他未必适合自己 只有适合自己的生活 才是最好的生活 庄子说 独以天地精神往来 而不傲逆于万物 不浅是非 已与世俗处 不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总有人对你支持点点 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 总有人和你格格不入 不妨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好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精彩 愿你余生 不必在意他人的看法和评价 不攀不比 不争不怒 好好活一生 余生不求完美 生活适合自己就好了 经验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